MING PAO TORONTO 通常老鼠見到貓都會害怕 有科學家發現貓是透過尿液成分 去影響老鼠的行為 如果老鼠小時候長期接觸到這些成分 長大後遇到貓的時候 就不會那麼害怕 由廖家瑋說說 左摸 右摸 天敵當前,老鼠都面不改容 動都不動 連隻貓都沒有屈服,頭哒哒地走開 為何老鼠見到貓都不馬上離開呢 這種表面違反天性的勇敢行為 現在有了新解釋 貓的尿液裡有一種貓尿安酸的物質 當老鼠嗅到的時候 體內的壓力荷爾蒙就會急升 觸發牠們逃走 但是太早接觸這種信號會適得其反 科學家將一個月大的老鼠 放在有貓尿的環境超過兩個星期 結果發現當老鼠大過了 嗅到貓尿安酸 雖然壓力荷爾蒙照樣上升 但是老鼠的逃跑意欲就大大減少 來自俄羅斯的科學家 早前在布拉格一個學術會議上 發表這項結果 專家進一步解釋 如果以幼鼠未戒奶 就接觸到貓尿安酸 未完全發展的大腦 就會將食物和貓尿的氣味 產生正面的連繫 影響大過之後的行為 失去對貓氣味的恐懼 但是老鼠不怕貓 還者是優勢 生活在人貓囚物的城市 有貓的地方通常有食物 那些遇到貓不逃走 反而勇於在貓群之間穿插的老鼠 絕對更加容易找到食物 以風險悶取損食機會 算是城市老鼠另類的生存哲學 有線電視記者 廖家慧報導